见白虎 从马好的钱堆上摸过一斤 推到前面 吴少爷哈哈大笑 在下真没想到白少爷 竟然会有赌一斤的时候啊 好好好 一斤就一斤 反正今儿也没大事 就算陪白少爷耍耍 说着他也摸出一斤 推到前面目视白虎 白少爷 你是庄稼 压大还是压小啊 白虎略意迟疑 小 七光也推了一斤 跟小 吴少爷朗声说道 在下压大 梁少爷接道 我 跟大 小桃红开始咬骰子 接着开牌 小 在众人的喝彩声中 小桃红将吴少爷梁少爷面前的一块金子 分别移至白虎和七光的跟前 白虎 面成喜色 将二斤推至前面 压二斤 白虎继续压小 七光 压大 其他两人 一人跟小 一人跟大 小桃红再摇 开盘 仍然是小 白虎兴奋地跳了起来 将迎来的三斤 以及自己的一斤 一并压上 共是四斤 白虎再迎 压八斤 再迎 压十六斤 公孙衍 碰了下诸葳 敲声地问道 看见鬼吗 诸葳点了点头 他在哪儿 就在压柱中 他们三人 总有一人压的 是白少爷所压的 另外两人所压 完全相反 如果三人串通一气 白少爷永远是书家 除非他每一次 都能压队 庞娟心中一动 迅速闭上了眼睛 竖起耳朵 公孙衍 几乎是耳语 那不是鬼 看到那只骰子了没 鬼就在骰子里面 无论如何摇荡 关键是最后一下 向上顶是大 向下是小 向左是大 向右是小 向前是大 向后是小 庞娟听得真气 两眼急急睁开 死死地盯住了小桃红 以及他手中的骰子 白家偏院里 起一听到门下 以为是公孙衍来了呢 急急迎出 不想只看到了老家仔一人 老家仔神色沮丧 当院跪下 替泪交流 少夫人哪 无须再温了 起一的泪水 如断了线的珠子一般 直流下来 轻声多气 奴家知道了 再 再没人 没人愿意 要他了 老家仔也是气不成声 夫人哪 是老奴 无能啊 起一哭有一时 抖得起身 拿衣袖抹了把眼泪 抬脚就朝门外走去 老家仔大惊 追在后面 少夫人 少夫人 起 舔了个大肚子 跌跌撞撞的 急步走在大街上 老家仔紧紧跟在身后 带着哭腔道 少夫人哪 你慢一点 您 您可不能快啊 少夫人 少夫人 二人急急慌慌 不知走了有多久 总算看到了圆亨楼的楼门了 老家仔一边喘息 一边指着楼门 少夫人 少夫人哪 就是 就是那个 起 放慢了步子 一步一步 挪到那个 装饰华丽的楼门面前 倚在一个拴马桩上 手捧大肚子 喘了会儿粗气 抬起两眼 目光直射 圆亨楼三个童子 哀怨的目光 似要穿透这个 夺走他夫君魂魄的匾额 二人歇有意识 老家仔掺起了起 正要进门 却被门人给拦住了 门人望着起 哎 你是何人呢 起 姓慕元争 闪开 让我进去 门人 也是眼睛瞪大 哇 到这儿还敢耍横啊 我告诉你 这个楼里女人不能进去 起一听极了 就要硬闯 老家仔拦住了他 拱手道 他是白少爷夫人 让他进去吧 听到是白少爷夫人 门人顿时愣了 你望望我 我望望你 有情 一人回忆道 哎呀 你是家老吧 老家仔点了点头 那门人小声说道 哎呀 掌柜的利有规矩 凡是外面的女人 不得走进此楼 何况白夫人 这黑 他说着 指了指 起一的肚子 哎呀 这 这会冲去财气 掌柜的机会 起一本就有气 心里又着急 听说进去 还能冲去财气 越发狠了心 死活不顾 硬是闯了进去 因为是女人 又舔了肚子 两个门人急得 干瞪眼 却也不敢硬拉 只是紧紧地 跟在后面 跺着脚道 哎呀 白夫人 白夫人 哎呀 禁不得 禁不得呀 眼见起 就要闯进楼里 两个门人 真正急了 蹭蹭几步 窜到前面 伸开两臂 横在道上 死死拦住去路 早有人抱进楼里了 林掌柜急急走出 见是白夫人 眉头一动 黑着脸 对两个门人 冷冷说道 白夫人 逼不得其他女人 请她进来吧 两个门人一争 赶忙让路 老家仔赶前一步 扶起起 缓缓走进楼里 这边赌厅里 白虎已将迎来的 三十二斤 全部压上 小桃红开牌 在一片唏嘘声中 将白虎连迎 竖盘得来的金子 全部划走了 白虎心中一揪啊 继而牙关一咬 将面前三十斤 全部推至面前 压大 美女在咬 街牌 小 白虎脸色煞白 一屁股跌在椅子上 吴少爷嬉嬉地一笑 白少爷 您还要压吗 白虎的面孔 仗得通红 憋了半响 压 压多少啊 我还有个偏院 能值多少 吴少爷 将头转向了梁少爷 哎呀 白少爷眼下住的 那个偏院 能值几斤呢 梁少爷从鼻子里 哼出了一声 哼 就那个小破院啊 白送我也不要 吴少爷想了想 哎呀 看在白公子面上 在下愿出五斤 白虎脖子一横 什么 五斤 少说也值二十斤呢 吴少爷赶忙陪笑 好好好 白少爷发话 一个字一斤 方才白少爷说出了 十一个字 在下再加十一斤 总共十六斤 再多一斤 在下就不要了 白虎沉思有情 咬着牙道 哼 十六斤 就十六斤 吴少爷从自己面前的 一堆斤子里 拨出了十六斤 放在白虎面前 白虎出字画鸭 小桃红再摇 再开牌 将十六斤 再次划到别人前面去了 白虎此番死了心 贪作余地了 就在此时 启一 在老家宰的搀扶之下 缓缓走入厅中 看到白虎跌坐于地的样子 启一什么都明白了 他非但不伤心 反倒长出了一口气 在众人的注视之下 他慢慢走过去 扶起瘫在地上的白虎 轻声声声声道 父亲 我 我们可以回家了吧 白虎看了他一眼 绝望地说 家 什么家呀 完了 完了 所有的 全都完了 启仪安慰他 夫君 你 你没有完 你还有奴家 还有奴家身子里的小白起 走吧 我们离开这儿 只要离开这儿 一切都会有的 白虎低下头去 有情 他抬起头来 脸色紫障 自言自语 不 我要赌 我要赌 陡然之间两眼发直 他吼叫了一声 我还要赌 坐在那儿 一直没有说话的漆光 仰天长笑 白少爷真是血性男儿啊 好 既然你还想赌 在下问你 现在还压什么呀 吴少爷扫了一眼 站在旁边的起 嬉皮笑脸的挖苦道 白少爷 你不是还有夫人吗 就压他如何呀 对呀 梁少爷一下子来了劲了 阴阳怪气的接到 对呀 小娘子非但是个美人啊 肚子里还有现货呢 谁要是买去 能省不少力气啊 吴少爷梁少爷 相视一眼 爆出树生吟笑 画到这个份上了 周围的看客 进阶看不下去了 竟是无人起哄 起一气节呀 面上血色全无 身子微微晃动了一下 斜靠在白虎身上 白虎将起一扶了起来 拳头捏得咯咯作响 两眼血红的直钉 吴少爷和梁少爷 似乎要将二人一口吞尿 两个泼皮一下子收住笑容 吴少爷面现惊恐 白照呀 你想咋的 白虎的血红眼睛 从他们身上一开 目光转向怀中的夫人 然后转向三人面前的 三堆金子 再转向三个赌徒 白虎的眼珠不停地 在三者之间转动 越转越快 呼吸也越来越急促 齐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不无惊恐地望着他 颤声地气道 夫君 白虎抖得起身 将他一把拉过 推到台前 大吼了一声 压就压 人群一下子骚动了起来 虚声四起呀 有人倒吹口哨 吴少爷与梁少爷对视一眼 松下一口气 脸上的表情 由惊惧 迅速变为莫名的兴奋 林掌柜 见事闹大了 赶忙望向七光 七光私存有情 微微地点了点头 林掌柜看得分明 敲了声响锣 朗声唱道 白少爷 白少爷 压七 现场拍卖 底价一斤 有意竞购者 请举手 吴少爷 第一个举手 十斤 梁少爷不甘示弱 举手叫道 二十斤 我四十斤 七光咳嗽了一声 慢悠悠地举起手来 这是买衣送衣 在下愿出白金 起衣惨叫了一声 老天哪 两眼一黑 昏厥余地 老家仔急奔过来 声泪俱下 少夫人 白少爷 白少爷 您睁眼看看 天哪 他陡然扭身 目光直射三个赌徒 吼叫道 你们这群 出上 话音落出 老家仔 老家仔 陡然起身 一头 就撞向了 吴少爷 说时迟 那时快 旁娟看得真切 一个剑步冲上 将老家仔 一把抱住 拖回了人堆里 人群一阵 忙乱 观众里 响起了 唾气声 有人抄 白虎 直吐唾 直到此时 白虎 方才如梦初醒 常跪于地 将不省人事的起 抱在怀中 声泪俱下 起 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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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夫人哪 已是人命关天了 林掌柜依旧视而不见 扯着嗓门大喊 诸位 敬一敬 敬一敬 有人 出至百金 还有高过此数的吗 没有 好 一百斤一次 一百斤两次 一百斤散 林掌柜手中的锣锤 正欲敲下 人群之中 突然冒出了一个冷冷的声音 三百斤 众人皆是一惊 寻声望去 竟是方才拦下老家仔的旁渊 四周一片净机 白虎不无惊异的 抬眼望向他 七光不无震惊的 丁氏旁娟一阵 轻轻地点头 好啊 有人出头了 好啊 好啊 我说你的三百斤呢 我说你的三百斤呢 旁娟走的台前 指着七光三人前面的三堆金子 哼 不就摆在这儿呢吗 众人刚是惊异了 梁少爷和吴少爷暴跳如雷 哎呀 哪儿来的野小子 找死你呀 旁娟爆出了一声长啸 七光沉思有情 冷冷地问道 我说 请问壮士如何称呼啊 在下姓龙 叫我龙爷就是了 七光眼珠一转 探寻的目光望向了林掌柜 见他也是轻轻摇头 抱拳问道 在下请问 龙爷何方人士 坐何营生啊 唐娟一回了一依 啊 在下小卫国人士 至于坐何营生 需要在赌场里说吗 七光略略一争 继而呵呵一笑 哈哈哈哈 小卫国富家天下 龙爷想必是个玩家了 说吧 你想怎么个玩法 哼 刚才怎么玩 依旧怎么玩 又是一阵沉思之后 七光点头说道 嗯 好 既然龙爷愿意赏脸 在下奉陪 龙爷 拿出你的本金来 旁卷慢悠悠的 从袋子中摸出了 仅有的三斤 成品字形摆在台面上 众人又是一惊 七光的脸色 黑沉下去 龙爷 你 这是诚心耍我们呢 旁卷神情气定 微微一笑 轻轻摇了摇头 七光声色俱立 既然不是 就请亮出你的本金来 旁卷朝桌子前一指 这不是吗 你 旁卷冷笑了一声 哼 怎么 三斤不是金子吗 啊 方才白少爷还赌一斤呢 七光陡然地 爆出了一声狂笑 笑臂 他说道 好 好好好 龙爷 既然你无此诚意 在下就不奉陪了 他缓缓起身 朝林掌柜拱了拱手 林掌柜 在下先走一步 吴公子和梁公子也站了起来 郑豫离去 人群里陡然传出公孙衍的声音 七老爷 多少金子 你方肯入赌啊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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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李晓 你得不认真好 我好